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中国近日多地出现非洲猪瘟疫情 截至8月24日 中国官方通报共有四个省份出现疫情 BBC的报道指出 非洲猪瘟目前无药可医 并且首次在中国出现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生猪养殖国与猪肉消费国 这次疫情会给中国以及其他国家 带来何种影响 引人关注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国与猪肉消费国 猪肉产量占全球总量近一半 这次疫情或将对猪肉供应机价格产生影响 中国最大肉类加工企业双汇也受到疫情影响 双汇集团16日表示 郑州双汇被划定为非洲猪位议典并实施封锁 正全力配合当地政府进行防控工作 双汇发展16日股价出现跳水 最终跌停 截至收盘下跌7.46% 同时多家相关行业公司股价均出现下跌 荷兰合作银行高级行业分析师潘陈军向华尔街日报表示 短期来看 这一次的疫情将给中国猪肉价格带来不利的影响 澳大利亚独立肉类行业分析师奎尔提告诉华尔街日报 如果疫情扩大可能导致中国消费者对当地猪肉需求下降 对进口猪肉及其他肉类需求增加 BBC的报道指出 由于具有传染性及极高致死率 非洲猪瘟会影响生猪生产效率 进而威胁粮食安全 不仅影响养猪户和市场链中其他主体 也可能对相关群体带来严重社会经济影响 如果在某个向国际市场出口猪肉的国家或经济共同体 发现非洲猪瘟将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 以俄罗斯为例 这种病已经导致俄罗斯80万头生猪死亡 造成该国多家大型农产品公司养殖场受到打击 并使小型农场猪肉产量减少一半 新华社称近十年以来 俄罗斯曾有46个地区出现过疫情 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50亿卢布 约合7376万美元 间接经济损失则高达数百亿卢布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介绍 非洲猪瘟为病毒性猪病 是猪瘟中最具破坏性的一种 该病症状为发热 内脏器官出血 感染后2到10天内死亡 非洲猪瘟具有传染性 死亡率高达百分之百 没有商品化疫苗可用于预防 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一旦疫情爆发 需要立刻大规模铺杀所有猪 并将所有遗体肉制品 与垃圾废料集中清运消毒 考虑到2018年世界杯 是在7月15日结束 据中国国内发生非洲猪疫 近18天 同时鉴于非洲猪疫病毒的潜伏期 其中自然感染4到19天 冷鲜肉15周 火腿300天 天丰证券认为不能排除商业等人为因素 导致病毒传入国内 因此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活体宿主带毒引入 第二种是非活体行为带毒引入 有报道称 中国已经扑杀了近3万头生猪 据测算 中国的生猪存烂量为4.3亿头 而俄罗斯有2400万头 2011年 俄罗斯爆发非洲猪瘟 当年扑杀了30万头 占比1.25% 由于扑灭不彻底 俄罗斯2017年再次爆发非洲猪瘟 并进一步蔓延 全年扑杀了超过200万头猪 占比8.3% 如果这个比例套用在中国 将会有3500万头猪被扑杀 价值至少700亿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对经济和民生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有些地区的养猪户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官方的报道称 目前辽宁瀋阳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但其后又有河南 江苏和浙江出现疫情 当局正在调查 几出疫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美国研究机构 养猪健康信息中心警告称 养猪业从未在如此生产规模上 经历过非洲猪瘟疫情 而且管控措施均未经检验 而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球华吉则表示 目前对疫区已进行有效处置 几乎不存在非洲猪瘟感染人的可能性 迄今为止也没有感染人的报道 今年3月 联合国粮农组织一份报告指出 如果非洲猪瘟扩散到中国 或将给动物健康 食品安全及粮食安全带来毁灭性后果 并可能进一步扩散至东南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